这个更大 这个更巨大 哇 所以每一次的喂食都这么精彩吗 都这么刺激吗 好了 我们要开始进行的是 龙胆石斑的喂鱼秀 大家以为喂鱼秀是在水族箱里面丢饲料 其实不是 因为呢 刚刚已经给大家看过了 龙胆石斑吃的是青鱼哦 而且我们这次的喂鱼秀是要喂几公斤的龙胆石斑呢 哈喽 几公斤 我们要喂是五十几公斤以上的 五十几公斤以上哦 大家心里要有准备哦 而且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哦 其实还好啦 开玩笑的 走 这里是石斑大王 戴坤才 他们家的肿鱼场 给我扶一下 来来来来 听说石斑鱼不是每一天喂哦 石斑鱼是两三天喂一次 因为鱼不知道自己吃饱了没有 如果每天喂会出问题 来了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鱼很大吗 这是几斤的 这个吗 这个已经50 難怪大家喜歡來這邊看餵魚秀 難怪 天啊 這個石斑魚最後 一定要餵這個肉飼料 就真正的飼料 然後呢 他的魚肉才會好吃 肉料 餵肉料不是餵飼料 這樣子排好驚人喔 這個更大 這個更巨大 所以每一次的餵食都這麼精彩嗎 都這麼刺激嗎 我大概二十幾年前看過一次也是一樣在石斑大王帶棍材 他們的養殖魚場裡面沒有想到二十年後繼續欣賞餵食秀喔 只不過不一樣的是現在他們的二代接手囉 哇哈哈哈 真的會很刺激 大家可以看到很巨大喔 這個其實是台灣之光 因為呢 野生石斑有十一種 有九種 都被帶骨材 台灣石斑大王 培育成功喔 真香餵食 欸好好玩喔 果然難怪這個餵食秀大家想要看 難怪 長知識了吧 有一個大禮包要給追上我們這次團購的朋友們 好朋友 我們開放 你們可以到龍殿養殖場來看餵衣秀 哪有可能啊 我們就是獨家開放喔 對 吃美食要長知識 一邊吃魚一邊認識台灣厲害的養殖魚業 也認識台灣的石斑魚大王 我們會不會談到的 我們會不會談到的 不看 在兩個人會談到的 我們會談到的 你談到的 訓 1994